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带给大家元神 三大顶级老牌配队推荐 深渊乱杀太简单 平民玩家用到5.0没问题 元神满命自变的7位4星角色 平民玩家抽到必恋 拖手的5星角色真神辅助 元神4.8卡时终于确定 复刻角色出乎意料 又一锅14集优化来了 元神4.7全5星强度榜出炉 五大人全卡必抽 雷神,夜兰地位下降 还有一位堪称平民战神 众所周知 元神封单4.7下半卡时越来越近 新五星角色西格文即将登场 水神夫妮娜也将迎来首次复刻 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都已经等不及了呢 而说起元神中的深渊 可以说是老生常谈的事情了 本期则是聊聊那些在深渊可以乱杀 经久不衰的几大顶级配队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要说的第一个顶级配队就是万达国际了 该队伍有 达达利亚 风源万叶 班尼特 香陵组成 双火征服体系配队 相对而言比较造价方面比较平民 也是很多玩家常用的顶级配队之一 公子作为水属性主C 独特的断流机制和强挂水能力 极高的倍率大招 也使得公子在蒸发体系中更容易得水 然后就是第二个顶级配队 虎叶中型 该队伍分别有 胡桃 夜兰 钟离 行秋组成 胡桃作为火系主C 需要打出高频的蒸发反应 钟离在队伍中主要负责输出环境的安逸 行秋 夜兰则是负责挂水 鞋同攻击等 在深渊中的表现非常不错 而第三个顶级配队则是雷神国家队 该队伍有 雷电将军 班尼特 香林 行秋组成 作为传统的老牌配队 队伍的成员除了雷神都是四星角色 也是早期版本平民玩家常用的配队之一 在深渊乱杀 都是小事 不过随着新环境的登场 雷国的使用率下降了不少 总的来说 虽然版本的环境也让很多老牌组 是也慢慢的退了环境 但是这三大配队 即便是到现版本 在深渊队伍的使用率上 也是比较靠前的 尤其是万达国际 和雷神国家队的成本上 也非常亲民 原神4.7下半卡10的西格文 终于要来了 同时下半卡10复刻的水神弗宁奈 也会和大家见面 各位小伙伴们 是不是非常的期待呢 而说起在原神中 那些四星满命自变的角色 一个比一个香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要说的第一位四星角色 就是九条沙罗 九条是雷九万班中的雷系专服 满命的九条可以带来 高额的雷元素暴击伤害加成 给雷神的提升是肉眼可见的 也是玩雷神玩家 满命必烟的四星角色 第二位满命自变的四星角色 就是行秋 行秋六命除了提升伤害外 还有外的能量恢复 在冲人循环上也更加舒服 加上行秋自身挂水 抗打断 恢复等优秀机制 在蒸发队伍中的表现极其优秀 因此拥有小水神之称 而第三位满命自变的四星角色是 发露山 满命的发露山释放大招后 可以提升40%的风元素暴击伤害 头头的风系暴击专拐 对于风系组C消 流浪者的提升巨大 满命必烈 至于第四位满命自变的角色是米卡 满命米奇事汉九条 发露山差不多 满命之后呈暴击伤拐 可以提高60%的物理伤害 不过目前版本没有什么强力的物理主C 所以说米卡虽然满命很强 但是多数情况都是放在仓库的 除此之外 就是第五位满命自变的角色 五狼了 五狼的定位是银系专服 满命的五狼可以提升40%的炎元素暴击伤害 在炎队中的表现非常不错 第六位满命自变的角色则是砂糖 砂糖满命后 可以给队友提供20%的元素伤害加成 虽然泛用性 功能上不如万叶 但是在没有万叶的情况下 依旧是微叶效位替代最好用的角色 最后就是第七位满命自变的角色 云锦 云锦主要用于辅助普通C位角色输出 适配的五星角色有 神里灵人 宵宫流浪者 满命后还可以获得12%普通攻击速度的加成 让主C角色的手感更加湿滑 总的来说 以上七位虽然是四星角色 但是满命后自变带来的提升也是很明显的 而除了这几位角色外 诺埃尔 林尼特 加明满命也是非常不错的 原神风弹4.8卡池的新五星角色 爱梅丽埃利会已经公布 对于这位新角色 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 而除了爱梅丽埃的登场外 4.8卡池复刻角色的安排 也是很多小伙伴们比较关心的 就后续卡池角色等安排 有关于4.8卡池角色复刻的情况 之前也有给各位旅行者们进行详细的分析 总的来说 除去近几个版本已经复刻的角色 和大概率禁婚池角色的情况来看 最终4.8卡池复刻的三位角色 还是比较容易猜的 概率较大的是尼路、莱欧斯利、纳维亚 深赫这四位 这也倒是和之前部分的小道消息有点吻合 而就最近的部分消息来看 4.8卡池登场的五星角色中 除了新五星角色爱梅丽埃外 另外三位复刻的五星角色分别是 莱欧斯利、尼路、纳维亚 其中并没有深赫复刻 不过毕竟是网传的消息 保不保证就不知道了 随着有变动也是很正常的 具体卡池复刻安排 还得看官方后续公布的消息 除此之外 在后续的4.8版本中 据说也会迎来一波新的优化 简单来说就是旅行者们 在大世界Boss挑战完成后的刷新CD将被取消 好家伙 这要是优化了 真就是14级优化了 所以说 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 除此之外 在后续的4.8版本中 据说也会迎来一波新的优化 简单来说就是旅行者们 在大世界Boss挑战完成后的刷新CD将被取消 好家伙 这要是优化了 真就是14级优化了 原神封单4.7卡10已经到来 新无星角色克洛林的也已经登场 各位小伙伴们是不是都已经抽到了呢 而说起截止到目前版本角色强度的排行 以及抽取的推荐 也是很多旅行者们比较关心的 就原神无星角色强度榜推荐 在原神中目前角色的强度也主要分为了 必抽 推荐抽 XP抽取这三块 其中必抽角色分别有 钟离 万叶 纳西达 水神福尼娜 纳维莱特这几位 钟离不用多说 最强顿斧 极大提升了队伍的输出环境 万叶巨怪增伤经久不衰 纳西达潮体系核心 水神强力费用辅助 纳维莱特则是顶级输出位 而说起推荐抽取的角色就比较多了 分别有 夜兰 雷电将军 仆仁 艾尔海森 克洛林德这几位 其中越南 雷神都是早期的人权卡角色 不过随着水龙等角色的登场 地位有所下降 仆仁的话 输出能力不输水龙 对单超强 如果没有纳维莱特 仆仁还是非常建议抽取的 艾尔海森则是草行酒的驾驶员 平民战神角色 强度在龙扑之下 平民玩家使用还是非常舒服的 至于XP抽取的角色就比较多了 对于强度党的话自然是考虑泛用性 保持性更多 平民玩家的抽取也比较推荐必抽和推荐抽的角色 当然了 XP党的话就随意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